Hello 大家好 我是姬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如何制作艾草薄荷糕 那因为身上有种了一些艾草还有薄荷 所以就想说要来趁彩收的时候来做艾草薄荷糕 那这也是第一次我实验制作这个薄荷糕 那将采收下来的这个薄荷只要叶片的部分 那艾草的部分也是 那回家清洗然后称重 那称重之后发现薄荷是220克 然后艾草有到280克 等于它们两个加起来有到500克 那本来有看一下网络它们的做法是 用那个艾草跟那个薄荷把它用那个搅拌棒 搅碎之后啊 加橄榄油然后去蒸 有的是放一天就是让它比较浓和 然后再去蒸一两个小时 那我影片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做 就是薄荷220克 然后跟艾草280克 然后我本来是要分开的 就是我本来是要分薄荷一锅 然后那个艾草一锅 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把它们融在一起好了 那我是用那个搅拌棒 就是高一点那个冷压出炸的橄榄油 然后用搅拌棒把它搅碎 那搅碎就是冷压出炸的橄榄油 泡着那个搅碎的叶片 然后放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去蒸 那蒸的时候上面会用那个保鲜膜把它盖住 然后再用小火 就是隔水 然后用小火去蒸 蒸大概一个小时 那后来就是发现这样子蒸的效果没有很好 就是它的那个萃取的那个叶绿酥跟油啊 没有很萃绿 所以我就是后来又把它 像那个左手箱炼橄榄油的萃取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小火 然后直接去炼油 那最后我就是把500克 就是薄荷220 然后那个艾草280克 总共500克 然后橄榄油的部分啊 就是1000克 我用2比1的方式 然后去用小火炼油 然后炼到 炼到也是跟那个左手箱油一样 就是炼到有一点 脆脆的 叶片都脆脆的 然后就可以用那个纱布跟滤网过滤 然后再让那个油啊 放一天 然后让油水分离 然后只取出上面的油 那下面有一些些水的部分就不要了 那这样子就是成为那个 艾草薄荷油了 那之后我就是 用简单的方式先实验做艾草薄荷糕 那后来也是经验发现那个 艾草薄荷糕做出来的 薄荷并不是凉的 因为没有叫薄荷脑 然后因为它只是草本的艾草薄荷 所以它其实 不会有薄荷那个凉凉的成分 所以如果要有那个凉凉的成分 可能要再加那个薄荷脑 那我今天制作的这个艾草薄荷糕啊 我是把那个萃取的油 然后加那个黄蜜荷 还有黄蜜荷 对 萃取的油加黄蜜荷 然后直接这样子把它 隔水加热 然后再去倒在那个铝盒里面 然后成为艾草薄荷糕 那后来实验之后 我发现说这个做起来的那个香气啊 就是艾草跟那个薄荷的香气蛮浓的 然后实验之后发现这样子的 膏抹起来有点比较偏硬 那我后来之后 我就是用那个 我的左手浆膏的配方 就是有加鲁油木果子 然后黄蜜荷 然后那个薄荷脑 对 鲁油木果子的话 它比较有保湿成分 然后也让膏比较不会那么硬 然后黄蜜荷 黄蜜荷的话就是 你要看 如果加的多就比较硬 如果加少一点就 不是 就比较软一点 然后还有加那个薄荷脑 会有凉凉的成分这样子 那今天只是用旁白的部分 记录一下我的这个 艾草薄荷糕的那个做法 那相关的成分会写在 影片的那个说明的部分 那如果说朋友想要知道 我的艾草薄荷糕 后来做的就是比较 跟那个佐佐香糕 一样的成分的做法 是怎样做 那如果朋友没有 要用那个鲁油木果子 只用单纯的萃取油 跟黄蜜荷下去制作 也是可以 也是有那个艾草薄荷的 那个防蚌去蚌的效果 那只是说 加了鲁油木果子 跟那个薄荷脑的话 会有比较凉的成分 还有就是比较保湿的成分这样子 那今天这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朋友如果有艾草薄荷的话 也可以试做看看 那在夏天的时候啊 多做一些 这些那个艾草薄荷糕 是还不错 就是有时候 朋友有小朋友啊 就是可以防蚌 趋蚌 然后指氧去抹这样子 那这是材料包的部分 那谢谢大家的欣赏哦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还是可以留言问我 谢谢